攻灭乾燕和戴国 拥戴伏陪称帝 多次领军沙川敌阵的万人敌 乾勤票旗将军张豪 张豪本姓公 上党郡炫世线人 后兆将领张平的杨子 故改名为张豪 张豪身强力壮又很皎洁 能够拽着刘倒退行走 城墙不论高低都可以翻阅而过 乾勤皇室年间 后兆灭亡之后 时任并州刺史的张平 先后向乾勤乾燕投降 占据并州处于半独立状态 永兴元年公元357年 张平背叛秦燕二国 以并州之地投降东晋 永兴二年二月 乾勤宣昭帝福坚出兵讨伐张平 福坚任命邓强为前锋都护 率领五千骑兵驻扎在焚水岸边 张平派张豪抵御邓强 张豪与邓强相持十多天 互不能胜 三月福坚抵达同壁 张平用全部兵力出来迎战 张豪只身匹马大声呼喊 出入冲杀前勤的兵阵 有四五次 福坚悬赏兵将活捉张豪 阴阳将军吕光刺伤张豪 邓强将他擒获献给了福坚 张平的兵重彻底崩溃 张平十分害怕 便向前勤宣昭帝福坚投降 福坚任命张平为右将军 张豪为五奉中郎将 福坚对待他非常优厚 经常让他随势左右 张豪与邓强因作战勇猛 被秦人称为万人敌 剑元三年十月 前勤宗室淮南宫扶凹 晋宫扶柳 赵公扶霜 卫公扶寿 燕公扶武和将领狗星 相继军兵叛乱福坚 史称武功之乱 剑元四年正月 福坚派前将军杨安 广武将军张豪 攻打巨手陕城的卫公扶寿 剑元四年九月 王猛派遣邓强王健等与张豪会合攻打陕城 十二月 攻克陕城 擒获扶寿 并将他送往长安 加上之前 朱将已经击斩扶柳 扶霜 扶武 此次叛乱已被完全平定 剑元五年 公元369年 福坚派王猛率军攻打前焉 张豪当时担任虎牙将军 接受王猛截制 剑元六年九月 扬安攻打前焉的靖阳 靖阳兵多粮足 九宫不下 王猛留下囤骑校尉寻常 束手胡关 自己带兵帮助阳安攻打靖阳 他们深挖地道 让张豪率领勇士数百人潜入城中 大声呼喊着冲破关卡 接擒军入城 顺利攻下靖阳 九月初十 王猛阳安进入靖阳城 抓获前焰宾州刺东海王慕容庄 前焰上拥王 太夫慕容平 惧怕王猛不敢继续前进 驻扎在陆船 十月初十日 王猛留下将军矛当束手靖阳 自己进军陆船 与慕容平相对峙 不久 前勤前焰两军交战 张豪与邓强徐城等人 跨上战马 挥舞战矛 奔向前焰军阵 四番出入 庞若无人 杀伤数百人 到中午时分 前焰军大败 被俘获斩首的有五万多人 前勤军乘胜追击 前焰被斩杀和投降的又有十多万人 十一月 前焰皇帝慕容伟被俘 前焰灭亡 剑元七年 公元371年 五位将军王剑 前将军张豪率领步兵 骑兵两万人前往救援 东晋叛城远景诸府 桓文派淮南太守桓一 南顿太守桓石渝等在石桥迎击王剑张豪 把他们打得大袋 前勤军后退驻扎在镇城 桓文攻下授存 秦获远景及诸府 连同他们的宗室亲属 一起送往东晋都城建康 将他们全部杀死 剑元十二年 公元376年10月 匈奴铁服部刘卫成 受到代国的威胁 向前勤求救 福坚任命幽州刺使 邢宫扶洛为北讨大都督 率领幽州益州的十万军队 攻击代国 让邓强和并州刺使巨难 尚书赵谦理柔 前将军朱荣 前晋将军张豪 右晋将军郭庆 率领步兵骑兵二十万人 东出河龙西出上都 全部与福洛会合 让刘卫成坐相当 11月 代王拓跋十一舰 让白部独孤部 在南面抵御前勤的军队 都没有取胜 又让南部大人刘库仁 统率十万骑兵抵御 刘库仁与前勤的军队 在石子岭交战 刘库仁大败 拓跋十一舰患病 不能亲自带兵上阵 于是率领重部 奔逃至樱山以北 不久 拓跋十一舰被骑死 拓跋是军所杀 福坚得知 拓跋十一舰被杀的消息后 派张豪和李柔 率兵开赴代国都城 剩月的所在地云中郡 代国的部署兵重溃逃 代国境内大乱 最终被前勤吞并 建元十五年 公元379年2月 张豪被任命为并州刺史 建元十九年5月 东晋环冲率领十万兵重 北伐前勤 进攻襄阳 东晋前将军刘波 等攻盖北诸城 辅国将军杨亮 攻克蜀地武城县 又进军攻打陪城 阴阳将军郭权攻武当 六月 环冲别将攻万岁 助阳攻克 福坚命甄南将军 巨鹿公福瑞 冠军将军慕容锤 等率领布齐五万人救援襄阳 衍州刺史张崇救武当 后将军张豪 步兵校尉姚长救陪城 福瑞军到了新野 慕容锤到了邓城 环冲退守盖南 秋七月 东晋郭权及冠军将军 环石渝 拜张崇于武当 掠两千户而归 巨鹿公福瑞 派慕容锤为先锋 近临盖水 慕容锤晚上命军士 每人持十只火炬 细于数只 光照数十里 环冲非常恐惧 退还上民 张豪率兵出斜谷 进入蜀地 杨亮也带兵撤退 建元十九年 公元383年七月 福坚大举发兵 进攻东晋 八月初二 福坚派福荣 都帅张豪 慕容锤等人 及其步兵 骑兵二十五万人 作为前锋 秦军出战胜利 并攻取授存 但后来 东晋将领刘劳之 击败驻守洛奸的 前秦梁臣部队 水陆并进攻击秦军 张豪虽在 肥水南岸 击败了东晋 谢时的军队 但谢玄 谢盐率军数万人 列阵待战 张豪无法击溃进军 只得退至肥水北岸 并与肥水南岸的 进军对峙 后来 福坚因进军要求 命令军队后退 已让两军决战 福坚此举 却令秦军自行崩溃 终在肥水之战大败 福坚带领 败军退至洛阳时 命张豪率领 五千与邻军 束手并舟 建元二十年 慕容锤慕容凯等人 背叛前秦 围攻叶城 十月 首位叶城的前秦 常乐宫福坚 派光作和参军封服 到静阳 征召飘起将军张豪 并周刺使王腾救援自己 张豪王腾因为兵力不足 无法前往救援 建元二十一年 公元三百八十五年八月 常乐宫福坚放弃叶城 准备西逃长安 福坚到陆川时 张豪与王腾迎接福坚 进入静阳 这时福坚才知道 长安已经失守 福坚已经去世 福坚于是便公开宣称 福坚死亡的消息 并在静阳称帝 九月福坚任命张豪 为世中司空 封上党竣工 泰安二年 公元三百八十六年六月 张豪升任太尉 此后史料找不到 关于张豪的记载 福坚 福坚